我老公说 你喝我也喝 还有一个儿子怎么办 有时候在想 我就是我的命 而当时间来到五年后 身体已经大好的吴女士 因为一直对捐献的家庭心存感激 她总想做点什么 所以她特意去医院 录了一段心跳的音频 托红十字会交给了文文的母亲 于是文文的心跳再次来到了妈妈面前 而当这个声音响起 说真的 如果说之前在被人指责的时候 这位母亲还有过怀疑或者后悔的话 在这一刻 这位母亲剩下的就只有庆幸 幸好 文文还留下了心脏 否则她又怎么有可能有机会在五年之后 再次听到来自女儿的呼唤呢 真的是没有想过 五年了 还能够听到我女儿 我温温的心跳声 没有想过 我觉得我女儿 好像这个声音她还在活在这个世上 当我听到那声音她跳得那么有力 她活在这个世上 我就感觉很好了 很满足了 满足了 ay 优优独播剧档